接下來要和我們分享的嘉賓就是我們總裁協會的會員Samuel 他就是X-Social Group的Chairman Samuel創辦了五間公司 其實很厲害 包括了內容營銷、網絡媒體、跨境電商、物流和大數據 其實他們的集團在2016年成為了Google全球廣告平台的數據監測技術夥伴 而Samuel本人也在2014年榮獲了亞太區網絡營銷的風雲人物 很厲害Samuel Samuel今天會和我們分享一下中國社交電商營銷的竅門 我現在時間交給你 Hello 大家 我是X-Social Group的創辦人Samuel 我們可以開箱了 好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就是 在現在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下 如何通過社交電商然後去尋找內地的商機 今天時間其實就比較短一些 25分鐘 我會盡量用一個深入淺出的方法 令大家理解其實內地社交電商的遊戲規則 希望可以帶到一些東西落袋 如果接下來有很多問題 希望可以問 其實我在Partpoint的最後會加了我的微信 其實很歡迎大家在我會談些生意經 如何溝通 今天其實我會分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社交媒體裡面 究竟在內地有這麼多平台 然後究竟他們有規則 我們怎樣選擇 每個平台有規則是怎樣 以及為什麼社交媒體會最有效去帶動到生意 另外第二部分就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 譬如網紅 網紅的一個生態經濟是怎樣 網紅經常講全民直播 究竟全民直播我們應該怎樣去選擇 以及做什麼類型的直播呢 另外就是跨境電商的部分 相信很多聽眾其實都是香港或者海外的品牌 持有人或者是一些代理的公司 究竟跨境電商裡面有什麼選擇去做呢 最後我會分享一個我們自己公司的案例 就是我們怎樣去通過一個叫做PGC Public Charging Generating Content 以及內容營銷 怎樣去做一個社交電商的一個生意模式 好了 我們公司大概是九年歷史 當初我們開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一個目標 就是怎樣通過香港的一個有類位置 包括我們的一個法律體系 包括一個建築的金融體系 然後去跟一些內地品牌合作的 一齊去做香港人海外品牌合作一齊做內地生意 所以我旗下帶了四間公司 第一間就是左上方 就是Excel Group 主要服用一些Fortune 500 或者是一些 international client 我們主要的提供服務是一個B2B 幫他們怎樣做一個叫做社交媒體 去做一個創意 拍一下短視頻 跟著跟網紅怎樣合作 這些模式 甚至有自己的Research團隊 另外第一間公司就是右邊 就是一間技術公司 就是在騰訊科技園 主要是從事第一就是數據分析採集 跟著就是我們的電商系統開發 跟著就去到微信的系統 怎樣去做一個管理系統 另外五年前我們就成立了一間公司 就是叫中日電商 就是做跨境電商的 亦都是上香港的首一批公司 我們有自己的網絡電商技術 有自己的物流團隊 跨境物流 甚至有自己的報關公司 我們都推出了一個產品 叫做SopExpress 就叫做店中油 在這一刻其實在香港的 有大約十幾個商場 其實我們提供的服務 就是給一些內地的消費者 來到香港的商場 甚至商店消費 我們怎樣通過的物流服務 令它可以安心到家 就是一個物流的送帝服務 另外之前那三個 就是一個B2B的生意模式 今年內正式推出了一個B2C的 一個社交電商的平台 主要就是配置一些香港開品牌 怎樣去做一個電商 怎樣一起做生意 好了 我們大約整個集團 就服務著二百多個品牌 在裏面其實你會見到 大部份跟內地的一個消費力 就很有關係的 美裝會是其中一個 我們合作比較多 跟著到奢侈品 銀行 商場 甚至是旅遊的一些行業 過往我們拿到很多的國際獎項 包括媒體、新浪、Facebook 甚至很多不同的國際雜誌 跟客戶一起努力建立很多的展示 我們公司有自己的研究團隊 所以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會發佈一些白皮書 在裏面我們又包括一些社交貿易 經常講的O2O Click and Collect 小程序怎樣做 接著就去到Travel Retail 大家比較關心的 然後就去到Retertainment 甚至去到網絡直播 或者是一些現在的疫情下 究竟經濟rebalance 我們應該用什麼時間做什麼呢 這些白皮書 其實在我們的官方網站是可以下載的 也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很有興趣去看這些資料 其實可以直接在網站下載 好了 講到今天中國的數目營銷 主要有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主要講一個 我們經常講的 在中國裏面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叫做國際企業的財務報表 你會發覺其實很多的企業 他們銷售下的依賴內地 平均大部份的一線品牌 就有大約超過23% 其實依賴內地 在全球的生意而講 如果是香港品牌 其實很多是超過六成 所以大家都會想 內地應該怎麼做呢 第二個我想分享的就是 現在經常講線上線下的生意 其實在一個內地的一個 數據分析中心 數據中心的一個報告 其實看到去到2023年 其實在線上 就是e-commerce的銷售 會佔整體大約超過64% 這個就是說其實線上已經超越了線下 所以大家究竟未來 如果要觸動這個內地市場 尤其是未來因為疫情下 這個數據是我相信會飆升的 我們怎樣去把握商機 怎樣擁抱科技 去擁抱數據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好了 這是一個我比較喜歡的 有興趣的 大家做生意的 其實都會找到 究竟全球市值最高十大公司 究竟去怎樣做 或者去什麼公司 你會發掘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大約十間 裡面有八間公司 其實都是跟互聯網、科技相關的 另外有兩間就是中國的代表 今天我們會探討一點 就是阿里巴巴和騰訊 而阿里巴巴和騰訊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以前經常說BAT 現在我們會說阿里和騰訊為主導 他們兩個的營商理念 其實發覺有些不同 譬如阿里 阿里說的是阿里巴巴 它說的是一個天下無難做生意 所以我們看到它整個建立的生態圈 是一個圍住商家 怎樣去用它的電商平台 怎樣用它支付平台 物流平台 而騰訊就是另一個方向 就是它希望通過它的技術 它的平台 是改善人類的質素 人類的生活 質素 所以你看到微信QQ的誕生 你會發覺在內地 其實你衣食住行 都會是通過微信發生 甚至它會建立一個很開放的生態圈 就是很多工程師 裡面設計很多不同的軟件 然後放在微信裡面 這樣做應用 而在這兩個企業 它們分泌在不同的領域下 其實是不停地努力地建立自己 隔離的生態圈 包括Fintech、Sportech、Healthech 甚至是去到電商、視頻的市場 它們都各自有不同的搶攤 甚至是各有輸贏 當然為了理解這兩大Kingdom 我們就會看回社交媒體裡面 這裡大家比較關心的題目 究竟內地這麼多的社交平台 其實我們會怎樣選擇 或者應該怎樣用呢 去到我們經常講雙微一紅一豆 首先先講微博微信 微博微信 其實它整個定位 就比較relationship separate 你會發覺 如果我們講微信 是一個many-to-many的platform 即是主要 drive engagement 在裡面引起互動 建立關係 而微信 其實是一個one-to-many-to-many的platform 很多時候我們去跟微信合作 無論是網紅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官方的企業也好 我們會在官方平台發佈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通常是一些比較有深度的文章 然後就經過我們的粉絲群 然後再經朋友圈 或者是一個叫IM去傳播 所以微博和微信 其實都是一個互動為主導 但一個communication channel 是比較不同的 而值得提到微信 它有超過十億用戶 現在裡面其實你見到它是一個open API platform 為什麼這麼多商家會選擇 就是擺很多資源進去微信呢 因為微信裡面其實它第一人多 第二就是它open API 即是容許很多商家 其實你去將自己的程式去設計 然後就擺進去 例如你擺電箱 例如擺CRM 甚至是ultro 就是click and collect 你就可以擺進去 然後就可以直接採集數據 然後做一個生態圈額 然後到小熊書和抖音 它們是一個比較content driven的平台 小熊書大家都知道 起家其實主要做種草 小熊書很有趣的 它的特點如果你要去裡面做內容 你會發覺其實它的規則 就會偏向比較和日常生活 是要很真實的 它的理念就是要去展示到很多的網民 去真實的臉 所以很多的網紅 它裡面的做法就是 它會將它平時上班 出秀 然後之後下班 它會帶什麼包包 它會用什麼化妝品 就很濕透地表示出來 如果在小熊書裡面 你去做一個很硬性的宣傳 譬如你直接把產品走好地放出來 然後就說這個好用 你會發覺你很快會收到訊息 小熊書就會傳出你違規 然後你不要在裡面做一個促銷平台 所以小熊書的平台 其實你會發覺現在 它會影響你就是很多的一些香港的零售商 你會發覺內地的自由行銷消費來到香港 就會拿著小熊書 我這個我要那個 所以它絕對是一個考慮的平台 但是裡面的內容 究竟你怎樣去迎合小熊書呢 這個就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那就是抖音 抖音是一個爆起得很快的平台 但是抖音有一個很特點的 第一就是去短視頻起家 它做的東西就是用一個音樂舞步的節拍 然後去幫一個品牌做一個branding 然後抖音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空間 沒有時間空間限制 很有趣的 其實它發覺在其他社交平台 它會按先後自序的 即是譬如你發帖 然後就會是用詩後自序的邏輯去爆出來 但是抖音不是的 它是看回經過它的數據庫AI 然後你去看什麼類型的片 例如看F&B主席 或者是看一些美裝 它就會相應推回相關的東西給你 而裡面它有一個幾乘數機制 就是它會看回究竟一些人去翻譯片 速度有多快 譬如你基本上你0.1秒就翻譯了 這樣就沒興趣 你是沒有轉法沒有去關注就沒興趣 所以在抖音時我們會說笑 就是如果你開過帖位抖音 頭三段影片 你是沒有辦法引導一個主流的人去關注 或者去分享去看 基本上你就可以開過新的帳 因為抖音是會直接把你的帳戶 視頻抜了內叫支流 那就不會抜到主流 即是說在其他普羅大眾的一個視頻下 它是基本上怎樣翻譯呢 其實都看不到你的影片 好了 接著我們會講網上直播 要了解網上直播 我們會先講就是MCN MCN就是Multichannel Network 這些公司其實在內地已經超過兩萬間了 所以是一個發展得很急速的一個經濟體系 而MCN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不同類型公司 它是通過一個網紅 有部份是簽了去 有部份是Creative的公司 然後經網紅去生抽多個優質的PGC內容 然後就在內容去傳播 然後有部份是電商公司 它有很多產品 所以它將產品給網紅 然後怎樣做短視頻或者直播 然後經過網紅之後 它就在不同的社交平台 很明白社交平台的遊戲規則 例如剛才說雙微一紅一斗怎樣做 然後就直接刺激一個銷售 所以MCN的公司其實在內裡 我們會很想了解 其實它是怎樣去選擇 或者去選擇什麼內容呢 好了 我們去看看 其實在他們 這個是大約 研究了大約五百個MCN企業的負責人 然後得出的結論 在內裡他們會認為抖音是一個 這一刻用得最多的平台 然後就微博微信 你會發覺其實明明淘寶直播是最多人用 亦都是現在的生意最大 那為什麼他們會用得少呢 在他們的世界裏面 淘寶直播裏面 尤其是淘寶 其實是營商環境比較激烈 就是說很多大品牌 很多頭部網紅 其實就在這裏進住 所以你要做一個叫做互聯網的Miracle 其實很困難 所以大家會去選一些新的平台 譬如抖音相對的直播比較新 由以前做短視頻到現在 接著就去到現在做直播了 正式是有一個叫做consideration 營銷的能力 所以他們會很擺資源 在抖音裏面 如何我們去做到first mover advantage 而微信亦都推出了叫看點 看點直播 現在我也會去分享一些 他們的看點直播其實會有很多的支援 亦都會搞到官方活動 很多新興的直播平台 其實我們都會去留意 究竟你如何去做一個first mover advantage 另外就去到右邊 右邊就是他們會看好什麼平台呢 其實抖音都是排第一的 接著到快手和B站 當然B站會值得特別去講 B站即是BB 其實在裏面是很多網紅的一個叫做印浴地 其實大部份現在比較出名的網紅 其實都來自B站 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些片 你會發覺那些網紅會很多謝B站 邀請我去做一個直播 或者很多謝B站 其實你會發覺他們很多時候是B站出身 然後B站的特點和其他的平台有些不同的 B站是會有些干預的 即是他看到網紅做得很好 他就會好像以一個平台的身份 然後就邀請他 不如一起合作 去做些什麼 所以他會是一個 令到網紅就會有一個榮譽感 但是B站你發覺特點 雖然他是其中一個大家會潛力看好的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 你是屬於什麼行業 例如B站就是 你會看到大部份都是一些叫做模具 模型 一些叫做Figure 很年輕的遊戲 所以如果你是在標籤一個最少2000厚的市場 你可以考慮B站 否則其實我們都會選擇其他的直播平台去選擇 直播平台 MCN裡面他們會放最多資源在哪裏 你會發覺美裝特牌第一 接著就是時尚 如果你們在這兩行業的朋友 其實你會發覺你身邊的所有人 就算去到很多的小店 其實都會做美裝的直播 所以大家要留意究竟你們有沒有catch的異常 接著就是他們的側重方案 就是你會發覺短視頻排第一 其實不是直播的 直播其實是因為他生命周期比較短 當然傳聞直播 就是在裡面 在直播時間大約是20分鐘至1小時 其實會有效去做到一個生意 是立即做生意的 但是完直播之後你會發覺生意是不會上升 因為基本上大家看完直播看第二個 所以生命周期會很短 而有更多MCN的選擇就是做短視頻 因為時間的壽命比較長 而且有一部份他會把直播的片 就放回到短視頻 然後就做一些剪接去播放 所以這個到時短視頻 之後希望有機會我再可以獨立一個 topic 去跟大家分享 接著就去到這個趣的圖 就是你們選擇很多直播平台 然後裡面有些什麼會拿粉燒的困難 然後就有些是直接轉化生意的困難 你會發覺他們有兩個特點 第一就是大家都有做短視頻 這些是最高級的一些直播平台 另外第二就是大家都有做直播 那時間問題的今天無限化是細講 這個如果關注微信可能慢慢再研究了 接著去到網紅 然後網紅究竟是怎樣用呢 譬如去到一些我們借網紅去幫他發post 就用他的粉絲經濟 借他做一個產品的一個試用 然後做一個體驗的行為 接著拍攝短視頻 短視頻都是一個剛剛的數據分析了 給我聽到的 topic 另外就是出席活動 然後就做直播 甚至跟他們合作 網紅加品牌去co-brand做一個產品出來 甚至利用網紅自己的店舖怎樣做生意呢 這個就會分享給大家的 這個是電商的一個重要的節日 重要的戰略的時間表 譬如藍色就是海外的節日 黃色就是內地的節日 所以基本上我們做電商 其實都在捉緊每個時間 然後怎樣去做促銷 或者是一些體驗活動的 campaign 好了 接著我直接跳進去短視頻 短視頻 短視頻其實基本上 給大家 這裡很多都是香港開品牌 所以比較關心的 但是有四個選擇 第一就是代購 代購其實就是C2C的市場 我們不用比賽的 只不過你是踢緊的風險 就是好像一個自己買東西 寄給朋友 就是在C2C平台 所以很多商家以前會用 但是現在隨著海關裡面去嚴謹 做不到 第二的選擇就是寬電商 根據政府的水制 然後就用一些寬電商平台 例如我們 然後做營商 分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brands的e-commerce site 直行的電商平台 通常是隨著網站 例如只做美妝 只做服裝 另外第二個是market base 圍住譬如考拉 這個T馬國際 他們有很多流量 另外就是建一個微信店 然後跟一些寬電商的物流公司合作 或者寬電商公司合作 然後就可以把握自己的貨源 出什麼貨 做什麼宣傳 這是第二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當然就是進口 當然時間比較長 可能你有機會用18個月去做一個批脈 然後就拿正牌 內地做生意 再找一個代理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直接不入內地 直接找公司去做代理就算了 那就是第四個途徑 就是最底 分享一點點就是 關電商入面的market share 你會發現排第一其實是考拉 就是網易考拉 第二才是T馬國際 網易考拉其實是其中一個 比較會buy的一個模特兒 就是做M2C 內地其實叫做C2M 即是說它是開頭起家 其實是用一個ODM 協助ODM的商家 怎樣以前在很多內地的廠家 其實幫很多國際品牌 去做iPhone 去做一個叫做生產 但是隨著中美貿易戰 很多商家撤出 他們都要生存的 養著他們有很高的技術質素 也有很多人才 究竟怎樣做呢 所以考拉其實提供的平台 就給這些ODM廠的公司 就有一個地方可以做N2R營銷 你直接做完美貿易 做自己產品 就可以做一個直接經過電商 就購入內地了 所以考拉爆起都很快 就去到27% 不過其實考拉已經被阿里巴尾收購了 所以他們用T馬國其實都要一個family 好 接著去到寫歌電商 其實分四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主要圍著 由拼多多出發的一個叫做拼扣類 主要是用一個大的優惠折扣去做社交電商生意 但這是一個放血式的一個銷售模式 所以很多商家其實走下去是玩不到持久戰 就是說你基本上你是要一個很大的折扣 然後去吸納商戶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模式我看到很成功 但就未必是一個大家長遠的戰爭的搶塌地方 第二類我自己比較好看好的就是浪電商浪社交 通過一些優惠樓 例如找一些媒體合作 做一個叫做publish and generating content 然後就經過社交平台去擴散出去 這個通常是一些高端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開品牌會比較喜歡的 因為我有一個很優惠 content 經過網紅然後去擴散出去 切結搜集 另外就是社群類 社區類就是右下方 你會發現它是很多的群組在內地 譬如它會開很多小區的群組 每500人就微信一群 接著就整個主持人進去 講一下護膚心得 講一下女性的東西 然後從而大陸消費 就說我有著數 然後你經這個小程序 我馬上傳給你買 當然小區經濟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營運 因為你長期都要找安排人在裡面 去做一個叫做管理 所以是一個辛苦的錢 另外最後就是會員制的一個營商 就是說你通過會員卡 然後就pay了一筆錢 之後你就可以長期得到優惠了 所以有幾個選擇給大家 今天可能我會講多些少量營商的東西 這個時間問題可能我會比較快一點 主要經過一些廠家或者品牌方 經過一些MCN公司或者一些媒體創業公司 創業公司 怎樣製造一些內容 這些內容就要符合所有社交平台的有益規則 接著就通過不同的方法 例如直播或者是圖片 影片短視頻 接著就撤消費 這個比較簡單 令大家選擇什麼叫內容電商 這個大家會比較有興趣的 譬如我們去進入關電商 究竟我們開自己的brand e-commerce site 微信都屬於brand e-commerce site 即是自己的自營店 還是去選擇 marketplace 比較快的討論 如果你開自己的自營店 其實好處就是你全面有控制 設計、自營性可以做 你可以有益覆你的顧客 然後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市場活動 買什麼都可以 但一個不好處就是大部分的東西靠自己 即是所有市場的市場 物流的東西 基本上大部分的企業都很難去自己事件物流 所以物流都會成為你第一個很大的門檻 接著你就說去marketplace 它的好處就是很高的流量 很完整的物流體系 接著客戶是信任這個平台 很高的保障 很多選擇、payment選擇 但不好處就是你給很多管理費 你有很多的comission要分給他 還有大部分的市場競爭者都在裡面 有很多競爭 接著你就很難做定制化 的東西 還有最糟糕就是 應該是不讓你接觸商家 所以我們經常說 你會開自營店 亦都會搞marketplace 但是你的price strategy products strategy 如何做 和你的portfolio如何做 時間問題未必講太多物流 唯獨有一點提醒大家 就是當你選擇做一個管理商 你選擇一間好好的物流公司 究竟它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報關的資訊 或者是能力 去給你 很多稅率每天都變 然後究竟你怎樣掌握著呢 另外就是它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客服團隊 令到你的退伏降低 接著就是它的技術支援 究竟它有沒有API對接到你的微信商城 或者自己的官網 令到你可以收集數據 然後做一些更好的營銷 這個要留意一點 分享一些不同的朋友 譬如直播絕對是一個趨勢 然後由內地市場 QL到QC QC在我層面其實有兩個定義 第一就是Q opinion consumer 第一就是當這些consumer 有100個人說這個產品好 其實就是好 所以它是講了量 第二就是講了 knowledge monitoring QLC是講的 它在無論領域下是一個專業 譬如它是一個大教師 它是一個醫生 它是一個運動員 然後它說這個產品好 那就是好 所以現在大部份 就不是只一個網紅說好就好 然後它都會看回這個人 有什麼人 它有沒有專業的身份 另外就是短視頻 C2M model 垂直電商 現在由Mask的電商很多都會選擇 究竟細分領域怎樣去做呢 譬如美裝、服裝 然後它們大部份的電商 亦都開始自建 group buyer system 另外就是小程序 如果壓住微塑生態圈 那絕對是小程序要capture 小巴物流 因為物流其實其中一個很關鍵的 是令到退博率減低 令到生業補跌 另外就是ROE commerce 就是reverse mining 主要是講一些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那這個就未必要深入討論了 最後一小時間 我會分享我們公司的一個案例 主要一個content driven 一個commerce的platform 就是我們跟一個國際的牌子 然後怎樣做營銷呢 在內地呢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生態圈 主要我們的方向有兩個 第一就會做PGC 第二就是KOC 通過我們的電商平台 我們跟這個產品合作 然後我們就會做PGC 即public chart generating content 我們的編才 我們的創業團隊 然後去怎樣製造的內容 第一符合電商的生態環境 符合視頻直播生態環境 符合視頻直播生態環境 以及符合內地的人 看得有興趣感到的環境 所以我們是Creative的公司 然後就經過下面社交平台 然後就視頻 和我們電商 電商主要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自營的商城 包括微信和我們商店 另外就是怎樣利用marketplace 時間剩下一分鐘 所以我會快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會怎樣通過 一些叫KOC 這是一個大學教師 然後他去怎樣看我們的產品 然後他會怎樣說 裡面的狼成份 他什麼時候會用 然後由我們官方的媒體 M-Buty 然後就會製造 content 借著KOC發口 然後就會讓來臨人知道 做一個Nordid Trine的傳絲 傳播 然後很多的內容 也會就著不同的社交平台 有些剛才說的engagement 有些純粹種草 有些純粹的branding 這樣去做 接著去到視頻 是一個我們必須要capture的短視頻市場 所以我們會在youtube 騰訊 我們會選擇有很多how to video 抖音也會先做how to video 短視頻 然後之後再進行直播 這個詳情抖音之後再講 另外我們會壓住去 譬如直播平台 譬如騰訊直播 或者圖直播 裡面我們平均 我們公司就大約一個禮拜 做十場直播 都會用很多不同的 尾部或者腰部網去做 好 最後就是電商 其實到法國的感覺都蠻不同的 如果是我們的brand site 會做到雜誌模式 左邊就是我們brand site 我們的微信雙城 和我們的brand site 就做到好像看一本雜誌 用內容去刺激銷售 右邊純粹我們去淘寶和使用書 就會很集中在quire strategy 去取證 因為裡面有很多影響 這個比較關鍵 就是CLM 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在科技角度看的CLM 譬如我們怎樣去把我們現在用的平台 我們自己的官網 去安裝一個叫做tracking tag 然後建立到 將資料 投入我們的consumer data platform 然後你可以做到customer content 還有做到人用戶的segmentation 然後做到customer offer 這樣要比較關鍵 這樣大家可能都掌握了 但另一方面大家有時候會忽視 就是human touch 例如在CLM角度 我們每做一個客戶 其實我們每一單生意的時候都會記住一張心意卡 這張心意卡是會由我們自己的手席囊官手寫 然後就說很感謝你用我們 我們的理念是什麼 希望你繼續用我們的服務 其實這個會令到客戶會繼續很接受 我有一個獨一無音角的專櫃感 就會繼續購買產物 這個就是最後了 去到一個RY的branch part 因為大家做生意都很想知道 我做成怎樣 這個是講一個跨境一個品牌 進入內地 當然我有個假設就不是一些最top tier的品牌 就是你進入內地的時候 你做不同的電商 你有什麼成績 在RY角度我分了四個stages 三個stages 第一個就是通常 Stage 1你會起自己的branch site 你會做色旅廣告 但是你會留意其實你的RY是一對0.8 就是說你沒有投資一元 其實你會得到0.8回報 就是說你會洩漏自音 然後再去我選Marketplace 選TML 我會適用直通車 因為直通車是最有效的 通常你的回報是一對1.01至1.03 你會發覺其實在這個margin上 因為競爭很大 然後我再走下去 就是Stage 2.2 我懂得有玩ultro 我有些實體店支撐 又會有Marketplace很多的直播 搞一些雙11 很多活動 你會適用到1.1 一對1.1 然後到最後 其實我的目標 就是起碼要做到1對1.5 這就是一個Stage 3的概念 就是你的branch site 和Marketplace的pricing strategy 然後裏面你做直播時 會怎樣選擇 你的product選擇 在哪些平台買什麼產品 什麼時候國家 然後什麼時候會做什麼宣傳 當你有個很完整的數據庫去支持你 然後你會撐到起碼一對1.5 這個是今日的分享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深度的知識交流 其實就很歡迎關注微信 或者甚至會